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刚刚从超市回来 然后赶着在宵禁之前 现在呢法国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虽然呢现在不需要出行证明了 但是还是要七点以前要待在家里 然后不能出门 所以呢我们在七点之前呢就去一趟超市 然后今天主要最大的收获呢 就是买了一个西瓜 对现在差不多也五月份了 然后所以西瓜也都上市了 让我们看看 所以让我们看一下法国的西瓜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买了一个大西瓜 这个是西班牙产的 然后我们称了一下 这个差不多是有七斤半 然后这个西瓜呢 我们今天买到的价格是 是5.99欧 其实也就是6欧的价格 差不多是48块钱吧 人民币的那种 其实怎么说呢 在法国呢 就是西瓜是 在超市里面呢 西瓜是按个儿买的 差不多啊 基本上是按个儿买的 就是一个西瓜多少钱 一个西瓜多少钱 然后在个体商户呢 比如就是多少钱一斤的是按金城的 所以也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还是喜欢按个儿买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按个儿买的话 还是会更划算 因为西瓜呢也很重 如果按金城的话 你有可能会在10欧啦之类的 就真的超贵的那种 其实在法国呢 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就特别好 因为法国的呢肉呢 就是很便宜 而且也很好 然后质量也很棒 然后也超划算 然后超市里呢 还经常有打折 但是蔬菜和水果呢 相对国内而言呢 它的种类很少 然后呢价格也很贵 甚至有的时候会比肉的价钱还高 如果呢 你真的很想吃中国的蔬菜 比如什么 铜好啦 金针菇啦 或者一些笋啦 像这类的 一般你必须要去中超 它相对于国内而言呢 就是法超的价格 一是贵 二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如果非常想吃中餐的小伙伴 就必须要自己先想办法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